吉那南临时 一销人员总是奋不顾身抢救 投入救护志工行列 已经19年的黄国英 不管是到学校宣传 或是在救护车上陪伴伤患 度过生死难关 他总是充满热忱 全力以赴 在救护上 在学习中 我不断地在成长 那看到需要我们 在我这种年龄 还可以帮助人家 那种许愿是说不出来的 而投入消防宣导志工 长达15年的检贵乡 防火之势难不倒塌 他更曾在104年1月 成功帮邻居扑灭火源 让灾难免于发生 学以自用 帮他滅了这场火灾 让他的财源比较减少 消防和救难的人员 真的是闻生救苦的火菩萨 这些消防弟兄 还有这些救难的志工们 能够投入这样的工作 来协助人民在最痛苦的时刻 来协助他们 我想这绝对会是 最重要的一个国家的力量 为了响应联合国 每年的国际志工日 内政部特别举办颁奖典礼 表扬全国各地的消防志工 也特别设计VR防灾游戏 希望透过活动 让更多人了解防灾的重要 以及这群默默守护人民的 五名英雄 谢谢杨中山王安宁 新北市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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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